嗨,大家好 这颗蝴蝶兰顶牙是我前两天刚刚从一颗蝴蝶兰上面摘下来的 它原先就是长在这颗蝴蝶兰上面 它长的位置也不是像顶牙一般长到上面 它是比较靠下的地方 长在这里 当时这颗蝴蝶兰开完花我就给它换盆 它的根就并不是很好 我把它种在有树皮啊木炭还有一些混合的专用南花的土里 所以一直看不见它根的情况 但是发现它的叶片越来越皱 三个叶片都很发皱 给它浇完水之后改善也并不很明显 所以我就把它的根打开一看 它的根全烂了 就只剩下这一条根 而且也发黑 所以这种情况呢 它养活自己都很困难 更何况是要养活一个baby 所以呢我就马上把这颗顶牙摘下来 这个顶牙已经有四条根 三片叶子 所以把它摘下来自己独立生存 应该是没有问题 现在我把它放在水里 水培 它也很适应 几天好像就已经开始长新的根了 所以这一颗小baby从此就独立自主了 至于这一颗蝴蝶蓝呢 我也尽量试一试 看能不能旧的活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视频 拜拜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